日本冲绳除杖祈福之旅 第三天 由证言法师带领慈悲团友来到位于纳坝市的波之上神宫 建立在悬崖上的波之上神宫是当地人的信仰圣地 从前出入纳坝岗与各国贸易的船只都会眺望着波之上神宫 来祈求航行安全与满载而归 所以波之上神宫在琉球八社中排名第一 并以当国第一神社而受到尊崇 参拜完波之上神宫可别急着走 一旁的斜坡边有一座高野山真眼宗寺院 护国寺 护国寺为波之上神宫的别当院 供奉的本尊为观世音菩萨 门神的栅栏上挂满小婴儿的围兜兜 据说是为祈求并保佑家中幼子平安长大之意 里面也供奉着水子地藏菩萨 在日本传说中水子地藏菩萨相当于慈母观音或送子观音 因此有些人会到此祈求子寺 而护国寺也是冲绳县县纯历史最久远的寺院 玉泉洞王国村 位在南城市设计多种主题的园区 公游客选择 其中已经历三十万年所自然形成的中鲁石 玉泉洞文明 是日本的国家指定有形文化才的景点 深入地底 众人来到玉泉洞 玉泉洞主成分由珊瑚石灰岩而来 全长约五公里 是日本第二大中鲁石洞窟 目前对外开放约九百公尺 共参观 沿着步道可以穿梭在壮观 奇形怪状的中鲁石间 因为姿态千变万化 所以有好几处的中鲁石 有属于自己的名称 如银柱 夫妇岩 藏在玉泉洞中的浮流很多 加上灯光的点缀后 更为其添加了如梦似幻的氛围 像是著名的青之泉 还有广大壮观的黄金之碑 在这里处处都能感受到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接着大家来到世界遗产 摘场玉月 摘场是指祭祀地 而玉月是神的住所 摘场玉月 过去被视为格调最高的祭祀场 由国家的最高神职 文德大军管理 为琉球国时期最高级殿堂 在这里没有富丽堂皇的景色 没有人造的建筑 眼前所见的树木与岩石 都被视为神的化身 其中最著名的是由两块岩石堆叠在一起 形成三角形的特殊通道 通道口的形状犹如倒过来的杯子 在当地有接受天上赐予的恩惠一说 穿过通道后 师父们带领慈悲团友 来到其中一处参拜所 进行慈悲诗时 众人手持熏香 以生切的心 前程地跟着师父 一同念诗七宝如来明 并将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 让我妙生生如来 让我帮我生如来 傍晚慈悲的海淘大和尚广结良缘 受到华侨许田居士的邀请 为冲绳当地华侨居民给予佛法开示 要提醒别人说 不要有自私执着的爱 要把它发展成一种平等的 没有条件的爱 那你就会快乐 就像刚刚念 拿摩大悲观音菩萨 当你恨一个人 当你觉得很痛苦的时候 那你会很痛苦 因为那时候你有恨 所以你要赶快 让自己变成观音菩萨的 没有恨的爱 这样才会自在快乐 所以每一个宗教它的目的 它就叫我们学习你所拜的神或是佛 它的行为 学它的思想 学它的行为来改变自己 所以所谓的修行 它是以你的你拜的佛 佛菩萨神做榜样 来改变你身体 讲话 心态 所以佛陀接着他就说了 一切为心造 你的身体 你的命运 你身在哪一个地方 都是你的心做主人 所以佛教的基本就是慈悲 有了慈悲才有佛陀的存在 所以如果你一直保持慈悲心 给别人快乐 救别人的苦 那你的身体健康 心情好 到处就可以帮助别人 就像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许句是给我们一个慈悲的机会 来这边都不要交钱 写这个不要钱 什么都不要钱 就是希望对方好 这样慈悲 你也会健康 我也会健康 他们也可以超度 这个最重要 师父主要讲述佛教因果 业力的概念 并强调宗教的目的 就是让大众学习菩萨圣贤的大爱 慈悲的行为与思想 最后 师父引领众人 为世间所有不幸往生的灵魂超度 并潜心 将一切功德回向给众生 南无阿弥陀佛 也罗, hocamo' a mi Dustin ceremonister, brigade intrigcco dermo' a mi d huhicopat nakani tokaw самämiti�� 也罗他的解答列到安milito SE 인� playthrough 安milito v cammò mi d hu nämlich te buñeh chen nzd�那麼 再来,各位要特别想一些,战争死掉了,自杀的,车祸的,堕胎的,比较痛苦死的,他们也可以得到超度,要这样想。 那么,编个动漏来,那么坏动漏来,那么这样,想赞你,佳桑 祢倢,蹰ente,坐着你,徒 Danna,舌祸来,舌祸一山袋,舌祸一山,张迷一山债 Ta E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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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a따라, 奔黄你, attack掌巴 smalbor sub makeup, paseo to me, essere wear you to and do not thrive anyikel, 现场约有30位冲绳当地的居民 大部分是华侨 其中一位98岁高龄的老先生 是前菲律宾外交官 师父也赞叹他长寿的原因 一定是他造下了爱帮助别人的善因 最后把握难得的机会 在极具意义的合影留念之下 为第三天的红法行程 画下圆满的句点 冲绳除杖祈福之旅的最后一天 众人来到位于那坝市的首里城 首里城可说是传颂琉球王国荣华史的世界遗产 是琉球国于15世纪至19世纪的都城所在地和王宫 据史书记载 首里城曾数度被焚毁和重建 城旨在二战结束后被用作琉球大学的校旨 1958年首里门重建 1992年开始主体建筑复原工作 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首里城一边保有古城的特色 一边取得新的发展 首里城结构复杂 有许多座城门 其中最为特别的是首里门 据中国风格的牌楼式建筑 代表当时琉球与中国密切往来的关系 首里为尊首里节之义 而城门上的匾牌提额为首里之邦 一指 琉球乃为重视礼节之国 接着 左手边 会看到同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圆笔屋五玉岳石门 据说古代琉球国王出发征战前 都会来这里参拜祈求平安 来到冲绳 一定要拜访象征冲绳历史的首里城 感受琉球王国历史 以及文化气息的雄伟风采 接着 众人来到位于西满市的魏林碑 击百合之塔 其背后的历史 令人感到痛心 冲绳于二次大战时 将222名没有护士执照 及实物经验的女学生们 以护士身份派出战场 他们在冲绳陆军医院 负责治疗伤兵 看护等任务 最后 仅仅只有少数学生 在残酷的战火中存活下来 战后 当地人收集罹难者的遗骨 并在原冲绳陆军医院 第三外科所在的战壕之遗迹 建立了魏林碑 以悼念站没者 并祈求和平 师父 带大众 在击百合之塔前 为亡魂念诵 忏悔记 及四弘誓悦 用大家的慈悲心及功德 求佛的引导 发心保护众生 期望能超度亡魂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并发愿 希望所有战争 及意外 不再发生 最后 师父与慈悲团友 来到冲绳战机 国家指定公园 平和祈念公园 其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在冲绳岛战役中失去生命的灵魂 并警惕后代 记取历史上的教训 将和平的愿望 传达给世人们 圆形的平和广场 中央有一座小水池 里面隐约可以看出东亚地图 而水池中央的圆锥体火柱为平和之火 火种分别取自阿加岛的座间卫村 广岛式以及长崎式 持续燃烧不灭的灯 象征着永续的和平 来到一旁便能看到许多排成波浪状的纪念碑定列在一起 这是为祈求世界和平的平和之处 上头密密麻麻的科字 都是当时战末者们的名字 数量近多达24万个人民 不分国籍 军民身份 象征大家 都是战火下的受害者 斯佩德师父引领众人 透过前心回向 愿所有往生之亡灵 皆能早日离苦得乐 重绳平和祈念堂 位在摩文人之丘上 这里是二战期间最大的激战区 却也是战争的结束之地 于1978年开堂 象征和平的尊贵 以及对战末者的追悼 堂内有一座高12米的 冲绳平和祈念佛像 由冲绳画家 山田尊山先生 耗费22年的时间才完成的 师父也在庄严的佛像下 为众人开示 所以为了要世界和平 我们内心一定要先和平 我觉得他们这个地方做得非常好 上面还有一个天空万象的星星 你们看他们做一个星空 那边才看得见 意思是说 这个是一个世界 所以希望整个世界 大家都看到自己的如来本性 所以念一下 有情无情 同缘总治 希望万事万物破坏有情 都可以达到他的自信 圆满的自信 如果了解如此 就没有分别 他是瓶子 他是架子 他是桌子 他是食中 他是饼干 名字不一样 请问他的本体也不一样 这一定要告诉自己 男人女人是一样的 好人坏人是一样的 日本人华人是一样的 事实上 做过日本人跟做过华人 事实上就不断地换来换 换角色而已 只是因为你会觉得 我现在是华人 你是日本人 我是美国人 事实上 念一下 冤亲平等 这个世界 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 就会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民主与民主之间 宗教与宗教之间 人与人之间 众生跟众生之间 有这个分别心 那就会贪爱 或是称恨 我爱男人 不要 我要爱女人 我要爱有钱的 所以我不喜欢没钱的 那这个 你就开始在战争了 你就开始在诱惑别人 或是抵触别人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保持一个 智慧的空性 对外在只有慈悲 就像这个手一样 一合掌 就是说 我尊重你 你就是佛 你就是我的父母一样 你就是我 然后用你的相 相由新生 一个莲花的眼神 一个观音的语言 一个庄严的慈悲相 希望引导对方 也能够找到自己 经过冲绳 除杖祈福之旅 慈悲的海涛大和尚 引领慈悲团友 将佛法传播至各处 以悲心将世界转化为净土 就如同师父所说 学者以爱来看世界的过程中 我们也同时 在清除心中的愤怒与仇恨 师父将身心奉献给佛法 奉献给一切众生 期望世界永远和平 嘿 还记得 我们走进浴泉洞王国村时 门口树立的狮子吼奶塔吗 你知道这五只狮子所代表的含义吗 狮子吼奶塔 由三种形态不同的五只狮子所构成 中间朝天空吼叫的狮子 是日本的胡乌梢所制成的风狮爷 是由陶艺家新云光雄先生 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制作而成 坐正于两侧的狮子像 绿幼 黄幼 铁幼三色的装饰技法 为唐代的唐三彩 原是1985年科学博览会当中 装饰于中国馆入口处的狮子 受赠于中国 象征中国与冲绳的文化交流 并传承至今 而面向左右两边的狮子像 据推测 原作的制作年代大概是1400年代初期 原是仿制明太祖孝林参道上的石狮子 由中国陶园县的雕刻工房之手 忠实复原而成 材料属于鸡血石 鸡血石的材质非常坚硬 雕刻难度极高 且一只狮子的重量约两吨 相当于两辆汽车的重量哦 至于狮子吼乃塔 所代表的含义就是冲绳 当地的民间信仰 狮子有辟邪招服的功能 也象征冲绳祈求世界 永久和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护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 二、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医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国立外疾难救助 以及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供僧包、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云林观音讲堂 生命电是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八观哨界即大悲战法会 宫勤广护法师组法 日期1月22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足为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 05633 1565 05633 1565 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抖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屏东 庙云寺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方联合举办 消灾祈福法会 即礼拜 弥陀宝灿 护生 蒙山诗时 恭请赞山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 2 月 6 日 正月初六 星期日 上午9点半 地点 屏东 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新安村 大兴路175号 洽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医 共慕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地点文字幕第5位 集团 孔ulture jos 无重 地点文字幕第7番号 关桃 包宝账 目 spit 口 converted 国 Whoa 50 所有生命 包括动物 最大的力量 就是情欲 所以如何把这个情欲 变成一种 帮助自己 帮助众生的力量 叫念这个 爱人名王心咒 把强烈的男女的情欲 化成一种 成佛帮助众生的菩提心 这就是 整个佛法修行的重点 汽油 就像人类的情欲 汽油一点火 就可以产生无量的功能 包括开飞机 所以 转情欲为菩提心 翁翁时别说 手号 就能够超越自己 变成一种帮助众生的 命量 翁翁时 ś抵 Extree 手号 咻 杰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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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